開發他要讓蓮蓮做三部隊和保護區 所以它是兩種犯罪 一種叫保護區 有保護區的法律規定 一種叫三部隊 三部隊有一個叫三部隊保育條例 它是兩種犯罪 當時來政府營建宿 他把這幾大片包括到 南口、骨酸、路德 這些都為了同一個土地區 中央統一來管理 現在你這樣說重點到底是三部隊保護區 也要是為了土地界為你做保護區 它叫做特定區 它這個保護區有保護區的規範 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三部隊也有三部隊規範 所以現在那個 阿廟議員所說的是 會出三部隊的關節 就是說比較便宜的地方 是不是不是三部隊的關節 我的意思 他專名簽的保護區要改 要經過土地界為 所以這是兩種事情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我所在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土地界為保護區 是當初的政府 他先設定 擬定 意思是說 這個地方未來是要開發作一個 土地的環圍 這個土地的環圍裡面能農哪 多少人口 這是當初政府設定的目標 他設定的目標不是為了說 我們那裡有什麼三部隊 我們那裡都抽零地 如果沒有特殊的三部隊 我們那裡邊也還有很多 你說的是比較便宜的地區 是要開發作土地 他三部隊的部分要很多 所以他這個地點區不是只有保護區而已 也包括土地區、商業區 重點是我們要開發作一個土地在那裡 他感覺那裡 那裡是一個台地嘛 他感覺那裡未來要給他開發一個保護區 所以說 他設這個 他的意思是說 在我政府還沒開發的進程 你們的檢查都不上檔 你們都反見 都不可以上檔 後來我才有辦法 整體來計位 這是當初政府的目標是這樣的嘛 我聽說是有分高級嘛 沒有 阿廟議員你有一點可能要了解 他這個地點區的開發 土地區、商業區有分級開發 但是今天保護區沒有分級開發的計位 沒有 他當時的確定就沒有 沒有啦 他這個一切都是保護區嘛 保護區開發的 不是 如果土地點區有分 做土地區和商業區 他這個地方新北市的部分 土地區三百八十九公頃 商業區七十五公頃 我們股山的環圍 土地區一百九十七公頃 商業區十公頃 我們股山差不多 沒到對內口的二分之一 因為那邊的開發區是我們的兩倍 其他地方不管是內口還是股山都沒有在保護區 我再問問一下 好 這發電那麼久一個保護區 一次保護區四五十公頃以上 現在 我們這個保護區 有包括環圍有包括兩個元區嘛對不對 新北市還有我們土地區嘛 你比到你跟我說 說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說 到底新北市發電比較好還是我們土地區發電比較好 對 所以他這對 內口跟股山來比就好了 他現在 那個新北市政府跟我們土地區政府一樣 都希望把管理權移交給我們政府 他當作是確定的 內口部分的容積率 因為他們以前有出山寶庭 我們比較慢外出 所以他的現高以前改毒 我們比較慢改毒 我問你 當初的時候 他們新北市的時候 以前有出山寶庭的時候 是不是蘇晉昌館長的時候 他淋來他爭出 他努力的 他爭出很久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土地區這邊沒人爭出呢 當期以來都沒人當時這個保護區 所以說我們 所以說地區他現在都道路大廈 我們這邊的房子都這麼多 而且很多 還有是荒煙漫草 這樣一個高速公路 一個高速公路 一個高速公路兩坪而已 最差那麼多 地區現在你看 你大企業什麼 你包括你影響 包括電視公司 包括澳磊 什麼都在他們那邊 結果我們現在在哪裡 澳磊一個開的時候 他們那邊你送 我們這邊是在搭車嘛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現在的意思是 目前共大建設我們這邊比較多 你不管是保護區也好 這總是在我們以前的通關來 就是我們現在的通期起來 對 這個地區是不是發展 是不是我們的首長要去爭取 我都贊成 我們的首長沒有人信 你剛才說 我們都希望說 年頂之間 放回我們的通關 對 這不是這樣的情形 以前我做議員 就一載強調 一載清楚 我說管長 你要想辦法去把他拿回來 現在 他當時他的理由是什麼 說 那個保護區 那裡那麼大 那裡 公用結束 還有很多 對 這種的路過 那冒然 說很高等的我們通關來講 我們要開這個 基材的建設經費在那裡 我們撞不住 所以說 我們沒有要去拿回來 如今 到這個地步 一輪過一輪 國保護區 那裡 全都保護的 部份 你有什麼發展 會更好嗎 剛才說的就是 管理權 以交 保護市政府 我們後來 我們要怎樣 我們有更大的空間 所以 雖然會擔到 公共責市 為何的 這個預算 心機開發的預算 我相信 為了可以好 管理權要以交 我們一定在 中心以後 在我們這次 第四次 我們要同盤檢討 我們一定跟來政部因件事說 統治政府要接 一定會比較表達 現在是他們在討論什麼時候 現給我們的問題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 這占對保護區 它的土地利用太多 要適當的規範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辦法利用 現在保護區的 一些變形要點 就是說可以變成醫療專區 可以變成工業區 但是這個變形要點 要讓一般的人民也可以申請 這是第二項 第三項就是 你說的平地的部分 變的部分還有為了三坡地不動力 變的部分 三坡地要檢討說 那個化出三坡地 它這個跟保護區就沒有關係 它叫做為出三坡地的關節 不適用三坡地的保護條例 它有限高 它的開發量體有很多 所以我們甚至也要水保簽證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去檢討 哪些部分可以化開 龜山一定有鐵村化開的範圍 我們繼續把它辦理完成 不過最後決定全要跟水保區 古山 古山這個保護 三坡地改變 這是我做鄉長任來的時候 我有變一千五百萬的預算 現在你做 我的願望就是 你們市政府一定要接受 把我完成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已經開下去了 就是要有成果 我剛才聽市長你這樣說 不簡單 你對我們外面 土地區的保護區裡面 你很了解 你有深入在掌握 你剛才有說 說年頂機關 修憲 要正處回來的 通知 你跟我說 多久 你會正處到 現在第四次的通報檢討 就是來政部主辦 來政部希望說 市通檢討刷以後 再依靠給我們 這樣是當時 市通檢討刷的時間 我請李泽民局長來說明 他的檢討完 我跟議員報告 他的市通檢討的 他不是全面檢討 後面的通報檢討 其實上 他只是土地關節的部分檢討而已 所以我們國際 應該是這個幾年就能完成 OK 謝謝 市通檢討刷以後 我們就要移到 當時政府做目標 因為現在 我告訴你後 新政府 也是你的政府 不是我們的政府 所以說 在這個中間 我要求你 既然有這個機會 會在你頭一任任來的時候 你就要把年頂的機關 把他移到我們的通知 其實我的目標 也是任內把 把這個 你政府就是拿到 我們自己管理 對 你照我去瞭解 裡面的問題 你照我去 政府這個 發展 因為如果 如果不是這樣 你都覺得說 這不是我們的工作 不是我們的事情 大家都不要不關心 這樣不好 以後 我們土地 使用的凡座 要怎麼 合理化 要怎麼 務實化 這給我解決 好 這樣 再來 現在 你這樣 對哪裏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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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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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說明一下 這次市通 裡面 我們地方也有提出很多保護区 要變成農業区 這次就要變了 不然以後 之前他們就希望變 我們請都法局 金融官 市通裡面 部分保護区 變為農業区的案子 向內政部來歡迎 這可以作籌別的概念 我現在是 第一次聽到你這樣說的 過去都不是 過去如果土地盤 他都有指資料 會員裡面 都是大叔 去變政 都沒有八成的case 都沒有 幾乎都沒有 沒有啦 我那樣久的經驗 依賴 你說最近的 我當然不知道 現在重點來 市長我們現在不是 你在這個 政策年齡機關 回到我們統治的進行 這個當中 我們過去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那保護区裡面 很多部分 都是農業 農業在經濟的時候 你知道 常常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八成的 輕的就是 意思是法官 如果嚴重的 就以上發辦 這是非常不公道的事情 我們的八成 他可以申請 但是問題 他申請的標準 跟他的條例在哪裡 所以說我直接要求 拜託你 你們市政府 你現在 先有辦法看 做出一個條例 標準 讓我們保護区民 農業整體的時候 有辦法根據這個條例來申請 這樣可以嗎 我請農業局 水保局 跟這個都法局 來研究 你現在來農業局 你跟我說可以不可以 這樣就好了 慢慢研究 對啦 可以 但是你這個條例裡面 要比較方寬的 標準要比較方寬的 要非常明確 讓我們的八成 有辦法有一個意識 不然我們現在八成 大家都沒問秒秒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你請坐 市長 我再問你 我們現在要積極來進行的是 那個我們桃園捷運縱線 對不對 那現在的進度 到底到哪裡 古山的 責運縱線 目前高通部可行性報告 出審過了 那現在副審完 會送行政院核定 核定 以後我們就是要做綜合規劃 目前 我們在做綜合規劃的準備工作 我已經要求高通局 要先變綜合規劃的無線 不用等可行性報告 完全通過 現在就要變了 我跟你講 市長我們說 譚伯爺 現在我們古山 有信任務 一直在那裡放 放我 放說你鄭文燦市長 不然你當然是古山的建設 我們不要讓他講到 你想這個 如果有這種聲音 這叫做綜合 這叫做綜合 沒有啦 對 那有可能 全通我十三區 不住主領古山 古山我最熟了 我也知道你很打拼 他這樣說 目前是沒有說到的 但是 我們不要說到 就是說 你會淹來 你總是要做的建設 我們說明清楚 中線過期 進度緩慢 一直沒有完成新車 要做跟我們做 是我做 甚至有人 一定指定說改比亞梯 是我正任以後 積極跟國發會 跟交通部交通 中線 他們原來 就是說我們的運量不足 說一天最多四千人 我們說明 中線 可以替代 通行車站的人流 車流 所以 中線的營運效益有提高 所以 後來跟交通部 通過以後 可行性報告通過 我們這11公里 等石碑的車站 總經理要1111億 通過以後 目前可行性報告 在定屬當中 行政院、財政院以後 我們就要做綜合規劃 總之我再通過以後 就可以開始發包 所以 我是希望到我的任來 中規通過發包完成 市長你說你的任來 是八年還是四年 四年內我希望中線 能夠中規過關 這樣就有效率 你如果這個四年的任來 裡面可以看到這個發包 這樣 我說一段時間 效率就很好了 至少 中和規劃 要立刻要過關 中規過關才能發包 這個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也是要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說因為八星發聲 我身為議員的時候 我也是一定要替他們講話 因為在我們股山 萬壽路兩旁的民眾 他們積極在反應 就是說我們這個捷運縱線 可不可以地下化 這個問題我也有想過 有跟國文公司討論過 如果成本多到三百多億 可那個自償率不夠 他不會讓我們想 沒有 現在代替的問題 你那樣要清楚對不對 從古早到早 你始終如意 現在這個捷運縱線 你知道嗎 如果捷運 包括綠線 也一段都到這裡 我知道 現在就是你也知道 由股山萬壽路一直到 頭昂的火車站 這一段 是股山跟頭昂 一個 股山那段 是三個中心 就是股山 是不是會等一等 整個中規同軌以後 再由國文公司來討論 有部分路段 有沒有可能改設計 要先同軌 好 我們一個觀念 萬人的事情 都是要百年過月 我們台灣的政府 最不就是說 他沒有長遠的規劃 這是我們台灣現在 目前一直碰到很多困難 很多瓶頸 你包括你現在去看 我們頭昂 有一個理可以形容 可以形容 就是股 舊 這就是你要努力的地方 我們現在一個股社區裡面 普通裡面 那些路都很小 車還要停相平 要怎麼過 救護車也沒辦法過 救火車也沒辦法過 而且那個土地裡面 還輸人的 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是要高車 還是要地下 我們不是最安全的性質 我們要 要相同過 怎麼說呢 他現在交通部 跟國發會說很清楚 他說這段地下化 總經費三百多元 自償率十九% 是不可以上 他就不勝利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救過關 對 我知道 過關一定要 正如過關 一定是要做的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是 我們政府在做建設的當中 不可以只想到自償率 不可以想到回報率 我們現在想的是 百年的價位 我們想到後面 剛才你說這條高級 做做的時候 臨港分會 說這個高級 對我們風海很大 就像現在的 台鐵跟說要來地下化 再不再把它拆掉 我告訴你 那是翁肥 是不是這樣說 摧雲跟鐵路不一樣 摧雲比較像一些 我是跟市長你建議 我知道他們過期的股政府 已經決定是高架了 我想 我相信 新政府是不是有一個新的作為 你們參考看看 好了 這個問題等中歸通過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西部設計來討論 好 我們現在再來 台北基地區 這問台北機場捷運 我們龜山 我相信其他的地方 只要有站的地方 大家都因因期盼 我們的舊政府 我不知道怎麼搞的 六度跳票 那問題來了 520之後 520之後 這就是我們新政府的事情 也是我們桃園市政府的事情 那個市長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 桃園市民講一下 未來 未來 我們要怎麼樣的 讓我們這個台北機場捷運 盡速能夠通車 來服務我們的桃園市民 盡速通車 跟安全營運 這年的目標 我們要同時完成 如果說通車 結果 它不安全 我相信通車沒有兩個月三個月 可能也要停止通車 有很困難 怎麼困難 安全的問題 目前 現在 它還沒遇到給我們 現在高鐵橋跟完工公司 去做測試 有六項 還沒有過關 所以現在 將對沒有過關的部分 按照合約 就是要同貴合約的驗收標準 目前還沒有辦法通過 我們的新政府 應該要非常地了解 我是認為 我是認為說 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六度跳票 六度跳票 哪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 沒有人 沒有人 要對法律負責 沒有人 要為行政負責 這種事情 是要不得的 我認為這個機場捷運 興建了十年 六度延宕 高鐵局 交通部 都要負責任 負責的完工公司 也要按照合約罰款 負責監造的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也要按照合約 給顧問公司責任 我認為說 這件事 延宕這麼久 沒有人負責 這個是錯誤 也是笑話 這是 實在是 對背信來說 我們以鼓山為例 我們歸山的人 但是我現在是希望這樣子 檢討一回事 我是告訴高鐵局和交通部 我說 好六項沒辦法過關的 要如何改善 提升 你方向要拿給我們看 我們要接受 當車子 當我們買一台新車 當車子就買不到 我們要做車主 當車子也沒辦法 你車窗就是要改善方案 完成以後 什麼時候要改善完成 我們才能接受 我跟你講 沒有 現在 緊急煞車 滑軌 滑軌 滑軌其實蠻嚴重的 我們既然這裡 是要落進去 我們的路程 那是有坡度4.9% 如果說有滑軌的問題的話 或者緊急煞車 那剛在上面 那是很危險的 如果有台北機場捷運 他真的會帶動我們桃園市的繁榮 為什麼 因為以龜山為例 龜山是一個林口台地 海拔超過兩百公尺以上 超過五十年 二十五年 五十年 五十年 如果有一天 他如果落大雨到六十天 落在台北市的新北市的時候 台北市到新北市 如果淹水一公斤兩公斤 我跟你說 所有人都要搧來桌下 你知道嗎 會搧來拿口 他們拿口那邊 還搧來鼓山這邊 因為我們那裡一定都不會淹水 市長你最好是搬來那麼大 你們這裡的一級 如果有落的時候 這麼搬來我們那裡 我跟你說 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這個機場捷運的時候 他們在台北市上班的一些年輕人 他搬來我們的桃園 對啦 沒有不對 所以說 沒有我們機場捷運的效應 很大 不是只有對股山 對建國逃亡 一定有這個 我經常說 後來的白白頭生活 生活圈 你如果要逃離台北 請到桃園來 桃園是最好的選擇 以前有人去坐隔壁的時候 陷民進黨做的隔壁 說意思是隔壁做得不好 有啦 那時候配賓費鐵 也後來有去做 但是這次是這樣 做一條台北機場捷運 只有這麼多 會台北機場捷運做到這樣 不必負責任 這八十會補負 我們這樣分兩部分 這個要讓中央的政府去追究責任 但是我們地方是希望到改善方案 更快更定 什麼樣的標準可以通車 我相信是這樣 高通部現在一定拿出四個方案 要讓新的部長 新的團隊去採管 他四個方案當中 包括要分改單通車 還是說減速通車 還是要營運分量階段等等 有四個方案 但我相信新的高通部長一定會好想 以前我自己經濟裡面 要好好承擔 要經濟 討論說 新的高通部 他要如何改善我們基調 坐運通車的問題 目前 粗部是堅強說 要叫第三方 體檢小組 再看一次 如果可以 非安全項目 要不要改善 安全項目要在通車前改善 他這個體檢小組 目前是僅僅要做這個體檢小組 但是這個方案是要如何 如何可以通車 我相信我會跟新的高通部長 好好的來拜託 好好的來要求 用心可以做好每一項的事情 我願意說一項 你現在就是我們地方 沒有辦法跟中央分開了 我們現在一定要想辦法 儘快的讓我們的 台北機場捷運來通車 再來 現在要通車之後 以鼓山來說 這個A8站 跟長庚醫院周遭 這個交通 如今都已經是雍賽了 那台北機場捷運通車之後 會更加的擁擠 市長你有什麼價位嗎 這個頂蓋交通部長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拿出來 我說 今天坐我們通車以後 整個龜山加雄南口 二十萬人在這邊活動 所以這邊的道路系統 要如何加強 那他說請國工局來研究 看是要跨越文化一路二路三路 對 跨越的那個高速公路 這個跨越的那個高架橋 是不是要興建 要選一條來建 第二個我們在A8站 要設一個轉運中心 要把那些客運 包括市區的公車 和當地客運 要集中在這個轉運站 這個轉運站的部分 我請高幫機局長來簡單說一下 這個公園預訂地 公園用地大概有將近七公頃 那麼我們中間會利用公園 多目標的方案 規劃一個大約兩公頃 2.5公頃左右的一個 客運轉運站 將所有在我們龜山地區 在路邊上下客的大型客車輛 通通集中到這邊 路邊就不會擠了 那這個轉運站 目前我們呢 正在前半當中 應該是這個 這個今年以前呢 我們就會進到 規劃設計的階段 如果順利取得用地的話 我們明年就可以來發報施工 好 凡事要講究效率 是 凡事要講究效率 那另外我再來請教這個市長 那除了桃園捷運重縣之外 那我們龜山鄉 龜山鄉的部分 現在叫龜山區 我們龜山區的部分 那你在你這個 頭一任任內裡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 比較具體的建設規劃呢 除了我想小的不用講 小的還是蠻多的 小的我常常看到你在做 中小型建設 讓市民方便也很重要 比如說像南坎西的整治到龜山 這一段要打通到桃園 這仍然要花很多的 斷點整合的工作 我來說比較具體的 像我們十五萬人口以上 可以是國民運動中心 目前目前揚美有體育園區不講 我們已經我上任後 我已經加上巴德 都加了一個巴德的運動中心 那我十五萬人口以上 還包括龜山 現在的桃園中列 平定八地路地 這五位有運動中心 那那個櫻山 櫻山也超過十五萬 我們設體育園區 現在就龜山 雖然有體育大學 我們跟他談好了 他的體育園區給我們共用 但是龜山還是沒有運動中心 我今年的一月跟三月 有發函給龜山區公所 請他找適當的土地 龜山區公所目前 他說他還沒找出來 我請他繼續找 如果找得到土地的話 龜山要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對 你一定要做這個成績 但是這個土地要找 土地要找 你也不 要最愛幾坪 國民運動中心最小面積 三萬千 沒有啦 沒有到那麼 國民運動中心 那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 那個兩千坪以上 就可以了 區公所 其實來講 現在的區公所 跟我們的市政府 這個 我沒有把 因為區公所跟地方 互動比較密切 所以請他們先找 他會覺得 他做他們的工作就好了 你市政府的重大區域 他沒有在關心 也不會 你市政府 自己想辦法去找地方 你證明我們的保護區 這麼大 這是不是有辦法 怎麼利用 好 我來考慮一下 這個 這個 蟹東的區位 土地取得的成本低一點 那就是用心 對 這個龜山要建運動中心 我會把它當作重要的施政目標 有人是幾天 你說我們的派位 他這樣說是沒講到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裏 我們不要去哪裏 我們不要去哪裏 不要去哪裏 一個區有兩條捷運 算沒建設 哪一個 一個區有兩條捷運通過 算沒建設嗎 那不可以這樣說 台北集團 這不是我們的 我們平常心說 但是我們配合A7 A8 A9 要做很多工作 可是 我跟議員說明 捷運中線 捷運中線 你不要說你的 我說我愛 好 捷運中線 那時候看得到 你今天的時候 你認我們 我就發報 講得一間 講得一間 但是你 我們要做到的時候 你八年做山 沒一定要做到 但現在不定 沒開工 後來也做不到 對啦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為你好 好 謝謝 為我們區選 為我們同學 其實 我是因為 政治上一回事 建設比較要緊 好 市長我現在又請教你 你一年之後 我看你一年半 你很快 很怕命 我們現在同學市民 意思是說 你這個市長不一樣 跟他現在的 管長都看不到人 不一樣 你真接近這個八年 你也很怕命 你做 我們的基杉的建設 我們現在到處都看得到 我們公所你做得好 我們市政務你做得好 這個基杉建設 你很用心來你做 對 但是 我要坦白跟你歡迎 坦白跟你說 你不要去陷 你也不要說 我們議員說的 如果我這黨 跟我這個本人在說的 都是對你好的 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是有很多基杉建設 但是這個基杉建設 在當中 因為我身為地方的一個民主代表 他們都會向我反應 我都在幫他們安打 而且我也會叫我們相關的單位 沒有直接說到你那裡去 我也會叫我們相關要好你來處理 就是說我們在做基杉建設 的當中 也會有很多 我們的背心在質疑 質疑什麼呢 質疑說 我們這個效率 那個工程啊 他圍起來 擺在那邊 他現在先做做一行 像那要繼續做的東西 他不是 肉圍有工作 那不是 他總要停在那裡 停在那裡 以人形道 水溝來講 那都妨害通行 對不對 這樣會產生民業 這樣我們的基杉建設 你市長要做的基杉建設 大打折扣 大打折扣 我們到回來 我們是要做為黑路的 做為便利的 我們到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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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行為 這樣就不好 加上加上 有一項 我們也要非常重視 我做基杉建設 我非常清楚 以前我都本人 每一個案件 我都自己去檢工 因為他們那些基杉 他們不去檢工 以前他們都發明做什麼 叫做委外設計檢工 意思是說為什麼他們要怎麼做 我要跟他們研究 他們是怕事情 只是說如果出事情的時候 那些都是為外 也沒有監工好 不是我們政府裡面的 那個督導監工沒有做好 但是這會出了一個問題 我來看它 我來看它 那我要設計工具 他是賺錢為目標 賺錢為目標 他跟他們那個包商 一定曖昧關係 曖昧關係 所以說你放任他們去監督 品質怎麼會好呢 那我們的人在哪裡 我們都沒有人 我不要說 我有時候 我有一個工廳 八次你給我翻譯 我剛在找 沒說到底市政府做的 是區公所做的 結果問了那個單位 我現在黏簽 不要說那個人是什麼 我跟他說 你有一間工廳在哪裡 在哪裡 他說怎麼沒有 結果是他的 連那個主管的人 他就不知道說 他有一個工廳在哪裡 這樣這樣好 所以說 這個市長的問題 對我來說的問題 你了解 你說有什麼應對的辦法 這樣啦 基層工程 雖然說他是小工程 對 但是實際上進度也要講話 因為做工廳一定有破壞 一定會造成我們基民的不方便 我想 請公務局我們的公務督導會報 我們現在有辦一個公務督導會報 我們現在有辦一個公務督導會報 對這個基層的工程 的時間 工期 一樣要定獎程 他如果可以機械裡面完成 甚至提早完成 要有獎勵 那他如果說 延遲 預期 要順便完成 他剛才說的委外監工的問題 委外監工是要借重專業 這不一定賣 但如果說 這個工所 這個單位 委外監工的人 祭司都是同一組人 久了 我們常講滾石不升台 那這個是一個 祭司之間 競爭也很激烈 如果某一個公務客 他都是用同一組祭司 該換就換 你不是換祭司 就是換工務客 二選一 是啊 這個就是事情 我願望市長 你本身要有做 我們有做了一些調整 他說如果是 有這個超手的顧慮 那我們就是用制度來防範 不一定有任何的 也許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只是說他 惰性 行政惰性 那如果說是超手問題 當然我們就要很注意 另外總是那個能力問題 那你能力不足 如何加強 我們所有的 公共工程的人員的能力 這個我們要多鼓勵 鼓勵他們多進修 鼓勵他們多參加 各種各樣新的講習 你想想 我們的目標就是 基礎建築 花了那麼多錢 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讓我們的工程效率要快 讓我們的工程品質要好 我們做的工作就是 拜佩萬年紀元 我也一定要把 我們今天你如果錢去那種不孝的 為外建工的人 彈起來的時候 提出我們的品質 這樣我們是不是很完翁 八是完翁 你一句也完翁 你做個行程就知道這個形態嗎 我希望說 你來背黑鍋 你會背黑鍋 不過我們反向來看 我們要信任公務員 也是說 要讓公共工程的我們的班底 我們的團隊 可以越累積越多 要培養工程人員不容易 我也希望說 我們防備的同時 要來支持要鼓勵 我的意思 你是不是要有 我們自己的督導人員 對 督導人員去督導 他們會為外建工的 你不定期的 一直去抽查 你們政風單位 要一直去抽查 我們有查核小組 我們有一個工程 查核小組 我發現有什麼問題的那個東西 這樣子啦 議員你質詢的很明確 我請政風市工程查核小組 把同一個單位 如果都是找同一兩組 技師或工程顧問公司 這個叫異常 特別來督導一下 好不好 我們這樣公務員 一間大事才會設計這個東西 沒有啦 委外的監工 委外的監照 這個是常態 是說不能夠固定的班底做 對啦 因為我們公務人員可能也不足 你每一間工程都要我們自己去督導 但是你說一間工程 你都沒有人去看過 你那個督導 連督導都沒有去看過 你怎麼算督導 那個公司那不正常 那異常 我們工程查核小組 針對這個部分來了解一下 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是希望 我們市政府 或者我們的區公所所 都有工程品質 是一流的 好 我們每次去日本看 都覺得說 公共工程 質感 美感 能夠做到那麼細緻 實在不簡單 我們要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對 所以我們也要 要給公務員督導 也要給他們信任 給他們力量 這個兩方面都要 是 市長 因為你這個 今早來這樣說 我們台灣市民很多 大部分是給你肯定的 我們要 好還要更好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們的黨 我們的政府 就是要為八星來存在 是 我們一定要對八星 有一個最大的一個交代 我跟市長你加油 謝謝 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在未來上 能夠對我們桃園市 做出最好 最大的一個貢獻 這樣好不好 好 今天你講了三個問題 龜山捷運中線的進度 龜山國民運動中心 還有林口特定區 這個包括山坡地畫出 保護區解編這幾個問題 我們都會積極來進行 不怪人人都說你頭好 記憶也不錯 好 謝謝 有監督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范剛祥 范議員 范議員請發言 時間40分鐘 謝謝 這個頭螢幕還沒有準備好 可是我先去江西君 歡迎光元孳獺 下一場行得來 powder 曹音水 回到海 ahead 塩幾日 看了 看不出 不好意思,因為本來說要準備頭螢幕,可是頭螢幕不曉得為什麼還沒有準備好 我現在確認一下,假如說我們官員的前面有電腦螢幕可以看得到,內容的話是OK啦 因為我是看得到,可是上面這兩個,議長不好意思,因為上面這兩個有點遠,他可能解析度不是很清楚 假如官員看得到的話,我們就直接都看頭螢幕就好了,只是說能夠架就架一下吧 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頭螢幕沒有這樣好 不好意思,我比較習慣用這種方式來說明 不曉得各位,桌上的電腦是不是有看清楚了 好,來,往前往後再這邊 好,來,先往後再這邊 不好意思喔,因為這個沒有事先準備好,浪費了一些時間 好 好 來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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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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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在 要把一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在做 这边 对的 如何转化 台湯 跟轻轻轧行 可不可信 它裡面的預設的條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信不可信 基本上這個可信規劃當然它是有所本的 它有它的假設條件跟預設的一些情境 所做出來的一個成果 我們認為呢 它有一定程度的可信 但是呢 時空環境它是會改變的 我們的可信是隨時要做滾動式的檢討 高級長我先問你 它預設的條件應該一樣是 綠線捷運會去興建的這個狀況之下的運運 當然 來啦 我來說明一下 所有的交通的管理顧問公司 都是叫做需求面的調查 那需求面調查 因為你這條本來就沒有做 桃林鐵路從來就不是走人的 它是運沒的 所以你做需求調查 當然就是沒有運量 那如果你從供給面來看 如果有這條輕軌捷運 當然就會產生運量 所以這個是顧問公司的腦袋的問題 我跟高級長討論過 我說顧問公司說運量多少 你就參考而已啦 那個我們尊重專業 但專業不代表決定一切 專業有盲點啦 這叫公級面積 我想市長 我會 我贊成你所講的 基本上需求跟這個你的規劃 基本上是互動的關係 交通的供給會帶來影響 我只提醒一點 我也沒有認為說怎麼樣 因為基本上我對這樣一個評估報告 我心裡面也是畫個問號啦 我只提醒一點就是說 假如有這個存在評估報告存在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覺得它的運量評估不合理的話 那它的運量評估裡面所做的假設 是哪個假設太過悲觀或者怎麼樣 我們問題還是要找出來 我只提醒這一點 所以說將來我們的臺四線 從春日路到南崁路中正路這一條 會非常擁擠 所以替代性的道路 當然第一個就是綠線捷運 第二個是國一甲線 再來就是桃林鐵路的捷運化 市長 我有把你的規劃在這邊寫出來 請坐請坐 有啦 我有提到 因為我們事實上 我們的近期或者中期的計畫 就是從漸行路到南崁那邊 是做一個替代道路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都OK 漸行路到南崁路段做道路 輸減南崁交流道的交通 那漸行路以南到龜山這一段做自行車道 OK 好 那因為它是六米跟八米的差別 但是未來我們還是要發展成輕軌做優先選項 好 桃林鐵路的輕軌化 沒關係 這個就我們的新聞稿來講 這個立場事實上都沒有變過 我原則上我也認為說 重點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要去做妥善的評估 比較完整 因為剛剛照市長這樣講 我也知道了 有時候工程顧問就是說 你去做一個比較悲觀 或者比較樂觀的預期 事實上你整個模式跑出來會不一樣 那我現在問簡單的問題啦 那個我們現在可行性的評估報告 現在進行到什麼階段 它已經有初步估計出來自償率嗎 對 這個自償率是不是合乎我們中央的規定 輕軌的方案 我們仍然說 需要做更細緻的討論 那第一階段 以前做BRT 那個估算要七十幾億 那從 你就剛剛你講的 從A11站到桃園高中這一段 我請交通部審慎評估說 這利用目前這一兩年的時間 把桃林鐵路輕軌化的可能性 再做一次研究 好 謝謝 麻煩 小說有遺漏的就書面提供 高具長請坐 瓶頸跟阻塞路段的通盤解決的問題 我是舉同德十二階跟中普七階交口為例 事實上這個Google地圖上 沒有表現得很清楚 事實上 這個鐵皮屋的存在 它是同時擋住了同德十二階 以及中普七階 這是擋住同德十二階 這是擋住中普七階 那麼三月二十五號 已經有陳情到現在 目前看起來是秒無陰性 那麼在當地住民的這個觀點裡面 只剩下一點點 大概130平方公尺的道路用地 需要透過徵收 還有54平方公尺的這個鐵皮屋 需要去補償 那當然啦 它的觀點正不正確我不曉得 那麼我只是覺得說 有一個問題存在 第一 我們本案的困難點在哪裡 有沒有打算解決 預計時程是什麼 來 簡要回答 我真的沒時間了 這個問題就是它 就是變成 它是不是真的只徵收 那幾塊地就可以 那幾塊地徵收就可以處理 但是就是 那你準備什麼時候完成 這個我們目前還在評估 因為這個問題是老問題 那個地方卡住兩條路 基本上把它附近好幾千人的路 都卡死 大家都要繞道 這非常不方便 那麼請這個部分 你去做出具體的說明 好不好 包括時程 以及它的困難點 做一個清楚的交代 好 請坐 另外 其實我要提醒 因為這個案例 並不是單獨的案例 我們真正想要了解的是什麼 桃園市 我們桃園市 像這樣的平均點 或者阻塞點 到底有多少 不好意思說 現在統計超過20個 都集中在 超過20個 好 那麼 就這20個來講 我們是不是有存在一個審議的規則 我們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要建立 為什麼 我們來陳情的里長 他是跟我講 有這個問題存在 那當然他也知道不好解決 他也知道這不是單一個案 可是他希望的是說 我們一個公權力的行使 必須要是可預期的 你的規則在哪裡 假如他每一個困難點不一樣 到底是你用金額來判斷 還是用人數來判斷 你的判準要告訴人家 你不能收到案件之後 就擺在那邊石沉大海 好不好 國際上 相關的規則 統一的準則 提供給我 這個具體個案的解決方式 提供給我 好 謝謝 另外一個 上次我講過 看到這個問題我嘴就很乾了 這次還要再講 因為沒有講清楚 普通統籌分配款 的稅款分配 我覺得 我們要理直氣創去除救錯 我這次再做說明 市長這個部分 也麻煩你注意一下 你做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你只要了解就好了 因為我們財政收支劃分法 事實上 我們的統籌分配款裡面 它裡面有一定的組成 我們第八條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組成裡面 有相當的部分 是由營業稅所組成 這個營業稅扣除必要的支出之後 百分之四十它是發回地方 所以呢 我們在等一下後面 我的解說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相關的立法規則 我們是把這個東西 最合理的做法是做 是怎麼做 是把它回饋到產生地 營業稅在哪裡產生 營業稅回到哪個地方 這是所謂的立法原則 哪裡貢獻就歸向何處 那這94%是普通統籌分配款 那麼按照我們統籌分配款的分配辦法 它的行政規則是怎麼弄呢 它裡面原則上也是這樣的概念 它是講說 我分配的權重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轄區內的各類營利事業的營業額 它的權數原則上是佔50 所以它是確認了這個立法原則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何處產生營業稅 何處銷售 何處回饋 這樣的原則 那麼我們看 令人難過的結果 這實在是讓人很傷心的 分配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台灣市最衰 我們六都 我們得到的普通統籌分配款 是最低的 這個也不多說了 因為這個有人提過了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說 我覺得這根本是荒唐 這是一個明顯的50年的錯誤 上次有跟局長講 不過局長簡單 對這個問題有點無能為一的 這可能要市場稱職 我簡單說 我來說明一下 對不起 因為我還是有教書的習慣 我把話講完 那個 統籌分配款分配辦法 第四條裡面其實有講 它裡面其實有講到一條說 營利事業營業額指各該地方政府 匠區內所有營業人之銷售額 那這個問題就在說你怎麼斷句 你是匠區內所有營業人之銷售額 還是匠區內所有營業人之銷售額 現在15它所研習的一個錯誤是什麼 它直接用登記所在地通知啦 你登記在台北 所以台北的把它營業額所有的營業額都算是它的 可是說真的啦 營業稅如何產生 局長營業稅如何產生 什麼行為會導致營業稅 是銷售行為還是登記行為 銷售行為 只有銷售行為會產生營業稅 那你到底有什麼依據嗎 不管是文藝解釋 文藝解釋斷句很難說 體系解釋 體系解釋照我剛剛說 產生地得到回饋嘛 這怎麼說都應該按照 銷售行為的所在地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是給 我相信市長很聰明啦 我們去做一個心理建設 我們才是對的 按照立法意志 我們是對的 也就是說 在策略上怎麼樣呢 我們在政治上法律上 我們都站得住腳嘛 明明這個原則是這麼清楚的 那當然 中央機關它可能只是一個慣行 它錯了50年 它只是避免繁複 那我覺得可以 就例如說你500大 前500大才按照銷售額嘛 那你假如後面的比較小的企業 其實上那個影響就沒有那麼大了嘛 那你假如說要求總部搬遷 事實上這根本不可能嘛 這講得跟白講一樣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去影響企業的決策嘛 它總部會設在台北 它不會是偶然的嘛 無論如何 我們的按照銷售地的去重新計算 絕對是比好過我們現在登記所在地 充斥的這個狀況啦 我想市長在政治上絕對是同意的啦 那麼 你剛剛有話要講話 那個 桃園市升格為第六度直轄市 未來幾年的重大目標 就是要爭取統籌分配稅 合理分配 現在五種指標啦 人口土地年紀 我知道 實際的問題 還有那個營業稅 還有那個基本的需求 謝謝市長 營業稅的計算 必須要包括工業農業跟服務業的產值才對 這個GDP最準 GDP比稅更準 所以我認為目前工廠在桃園 公司在台北 等於是污染在桃園 繳稅在台北 我們是雙重損失 我們承擔污染 而且我們統籌分配稅分得少 我認為將來中央要修統籌分配稅 有關營業稅部分的認定 應該要把全職加上工業產值 農業產值跟服務業 這三級產業的產值 沒有關係 我想市長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們要求 這個不當的錯誤的規則 要去做一個調整 要調整才能夠翻轉 台北市 新北市獨大 分配統頭 其他四都分的比較少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勢力總圖的部分 我想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查資料的結果 我們比較特別是說 商店這個是高雄跟新北總圖都有 那麼多媒體資料看樣子也是大家都有 比較特別是說我們七樓 我們可能做的比較多樣化的電影院 及主題餐廳的這個構想 那麼這個部分 我想事後再用書面來說明就可以了 七層到八層是做圖書館 那複合使用的部分大概兩層多 那我想這個是個趨勢 那新北市也有圖書館設置電影院 那因為中正義文特區都沒有電影院 所以我們率先保留一個樓層做電影院 好 謝謝 謝謝 那另外我們現在進度是進行到PCM的公開上網 那麼我看到我們在1月22號的這個公開說明的時候 是預計PCM是要在2月底招標 那麼我們現在招標了嗎 預計什麼時候完成 六月完成 六月底完成這個PCM 那所以已經遲了4個月了 好 那麼設計監照的發包呢 我們在這個上面看到是預計六月底完成 那你這個時間要壓縮嗎 這個時間 還就是 還沒有辦法確定 在這個PCM完成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個時間再壓縮一下把它完成 好 那沒關係 我想時間既然已經落後的話 就請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各階段的發包方式跟原因 這個我想就另外在書面做說明了 各階段的招標方式跟原因 也請書面說明 大概是沒有辦法講完 經費的部分 專案管理設計監照施工 這個也是書面說明 淨圖的方式 我們現在是採用什麼樣的淨圖方式 原因何在 因為我這個案子 其實依國以往的經驗 我們想用國內淨圖 但是不排除說 國內的郭文公司 他可以邀請 國外建築師一起來用 所以你採取國內淨圖是時間的關係嗎 我想我們國內的優秀的建築師相當多 合作的方式 只要有找國外建築師一起來合作 其實可以做到最好的方式 你淨圖部分的經費預計是多少 淨圖預計的經費 這個我有再跟一座您報告 你給我的資料是三百萬 三百萬夠嗎 這個我們現在還有 在這個PCM階段我們去檢討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費用 還要再去做一個檢討 因為三百萬 應該是比較少 小你說有可能是 國內包含這個 國外廠商的合作的話 這個費用可能就要再斟酌 請你再去注意 這個數字一定是錯的啦 PCM成立以後 它是國內淨圖的部分 它不是整個PCM 我知道 PCM的部分 你就把國內淨圖的部分的費用 把它算清楚 那這個部分我補充說明一下 目前國內蓋市立圖書總管的經驗很豐富了 所以國內建築師也有很強的經驗 那這個案子跟世貿展覽館不同 世貿展覽館我們蓋的比較少 那圖書館跟美術館國內已經蓋很多了 這沒有必要特別做所謂的國際競標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國外的建築師來標 好 OK 時間的關係 我時間可能沒有控制得很好 這個要怎麼樣回到全 好討厭 跑掉了 好 接下來 中立地區污水下水道的這個系統的BOT案 那麼我是相信不會啦 不過因為事關重大 為求慎重 我希望在這邊市長能夠正式承諾 第一 甄選委員名單絕對不得也不會以任何形式外流 第二 府內委員除本BOT案依法必要的聯繫外 絕對不得與投地計畫書廠商有任何的接觸 所為依法必要的聯繫必須全部留下記錄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承諾 這個是作業規範 這個鎮峰是在作業的時候 這個都有規範啦 請特別注意 誰是評審委員我也不知道 OK 特別注意 因為他們下手都是從評審委員 你要是名單外流的話 他一個一個去下手問題就會很大 請那個 以前的案例幾乎都這樣 尤其這個是 不只名單不能外流啦 不只不能接觸啊 他要全程掛線了 所以這個都會 我想防備機制都會做啦 好 時間的關係 公立高中資源分配 公立高中值資源分配 不合理的這個解決 我想書面資料到時候 我再請這個 市府這邊去確認 因為我們的高中 公立高值的這個比例 事實上分配是很不合理 還有 還有矚目中的公害案件 應該要資訊公開 這個我要求很多次 局長請事後去做清楚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 那在這邊我們也特別歡迎 我們楊慶福楊議員 所帶來的 明傳大學公共事務區 學系的學生 到我們議會來這個 旁聽 我們掌聲歡迎他們 那我們中場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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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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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社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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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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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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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